不释放魂技仅依靠其他手段 52级唐三的实力能达到什么水平 答案也许会惊掉你的下巴 修罗王的种种技巧强得可怕 就算是封号斗罗不用魂技也杀不了他 能创造以上条件的正是杀戮之都 自从唐三觉醒蓝银皇获得第五魂环之后 唐号便带着他来到杀戮之都 杀戮之都顾名思义就是充满杀戮与犯罪的地方 这里没有规则只能进不能出 而要想出去 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地狱杀戮场获得冠军 拥有进入地狱路的资格后 冲出地狱路方可离开杀戮之都 唐三在这里遇到了狐烈娜 原来就在一年前 狐烈娜就请求比比东让他进入杀戮之都 经过一年的历练 狐烈娜身上的杀气已经强大了许多 因为唐三觉醒蓝银皇之后 他的容貌变化很大 所以狐烈娜没有认出他来 反而还出手救了他 过去的一年 狐烈娜已经获胜16场 而要想获得地狱杀戮场的冠军 则需要参加白场 唐三也赶时间 他到来的第一天就参加了比赛 比赛的规则十分残酷 可以使用武魂 但自从进入杀戮之都后 魂技却被禁止 比赛采取十人混战 取一人获胜之 唐三的实力强大 自然就是被围攻的对象 不过他有耗天锤和暗器在手 前面几场赢得都很轻松 就这样 他开始了地狱杀戮场无休无止的比赛 他一边研究暗器 一边上场对敌 时间匆匆已过一年 这一场围攻他的是 九个魂胜级别的强者 不用魂技 唐三的优势很大 他仅靠鬼影迷踪 就能在九人之间穿梭自 可唐三早已被对手研究透了 他们穿上铁甲 换上机械臂 致使唐三的暗器失去作用 然后再轮番上阵 让唐三无法召唤浩天锤 不过他们还是小看了唐三 只见唐三将魂力蓄于一支箭上 将眼前来犯的敌人击退数米远 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 唐三就抓住机会 召唤出了浩天锤 他一锤把敌人打下赛场 正当他准备解决掉其他人时 被打飞的神突然扔出绳子 将唐三绑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战术 可惜唐三早已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次 这次他同样有方法应对 在之前他就制造完成暗器 凤银九厨 凤银九厨的威力不容小觑 不仅能将任性极强的绳子切断 还能穿透敌人的铁甲 唐三凭借着他成功完成了反杀 这场比赛胜利过后 唐三的连胜也已经来到68场 胡列纳通过两年的时间 则胜利了72场 与此同时 两人的精彩表现 也引起了杀戮之王的注意 没有杀神出现 杀戮之都都会损失惨重 他并不想两人完成百胜 成就杀神 可就在不久前 他得知唐三和胡列纳的背后 都站着一名强者 如今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人完成百胜 感谢您的亲自宦 优优独播剧场——崔普